谁给您念您抄 谢小剑 谢小剑 谢不知的女儿 给您念了然后您抄然后再接到哈军功 因为我那时候是谁啊 开了人家省委第一书记叫潘富生 潘富生曾经是我父亲的部下 那个比念完字还早 没在念完字之后 哈军功第一章 大字报 是谢不知的还在念 他抄 谢谢哈军功 江老师有个风华正报 我82年考研究生考到北京政法学院 那个时候江老师给我们上西藏 民伤法 罗马法 罗马法 江老师很喜欢讲这个事了 我们法律分工很细 骡子马都有专业的法律 所以那个时候江老师给我们讲课 我觉得江老师是我人生中间说 自己觉得当老师特别美好的一个重要的老师 因为江老师讲课在课堂上那样的一种风范 真的是让我想起当年的有人写德国著名的美法学家 撒威尼讲课那种场景 撒威尼讲课 去说精神饱满 对知识的自信 洋溢着他的美语之间 行云流水般的知识 在课堂上像缓缓的吸水一样的流淌在学生们的心间 他的话语是如此的精湛和完整 以至于学生记笔记的笔记 就可以现成的变成一篇学术论文 我当时我觉得看江老师讲课 听江老师讲课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么自己虽然不是江老师的门弟子 但是江老师是后来我们的校长 当时也是院长 所以我就觉得一辈子 以自己作为江老师的学生 而感觉到予有荣焉 就是走到哪去 说哎呀江老师就给你讲过课 那人就都觉得你了不得 而江老师我觉得特别好一点是 我觉得他一直是在 不只是一个法学家 他也是一个特别的古典音乐的 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发招勇 他也是诗词 古典诗词的一个非常好的作者 诗人 浑身都湿漉漉的诗人 然后江老师还是足球的球迷 甚至连北京国安的球插演 江老师热爱生活 江老师麻将过去说 我打得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其实江老师说了 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 很难 我觉得江老师过去就 我记得好多年前 我问江老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法典 大概再过多少年能完成 那时候江老师可能十五年前吧 江老师说四五年差不多了吧 江老师作为一个学者 一个老师 我觉得他永远抱持一种很乐观的态度 我觉得我们现在再悲观 我觉得我们扛得了 我们等着 我们看得到 我们憧憬的江老师讲的这个 我们向往自由啊 我们向往法治啊 我们向往能够畅所欲言啊 我们向往司法独立啊 我觉得这点可以说 不会太久远 江老师 你刚才这个国恒忠说了 再给您过二十个生日 那个我相信我们那天 就会看到的 所以我也代表许章润 还有普志强 这变成了三人帮了 我们祝福江老师 也祝福各位 大家都身体好好的 好 谢谢 点儿遮没有啊